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世可不悔 昨日让清风吹 谁能求自己今天相对 众声响 欢迎共响 众声响 祝福永响 现阶阴阶子 共中歌声不见 众声响 欢迎共响 众声响 祝福永响 现阶阴阶子 共中歌声不见 众声响 听众朋友 来到这个圣诞节 我先来祝愿大家 圣诞快乐 今天在我们当中 还有我的同事 Selena Selena 你好 圣诞快乐 是 我很开心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很有一种的感觉 说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 真的说到圣诞节的气氛 我们除了在圣诞节的时候 祝愿耶稣基督的出世 祂的降生 很多时候 这个时间 因为特别很多人都放假 就会约一些朋友出来 我们每年都好像很惯例地做这件事 但是当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原来 这么简单这几个字 良憑共聚 能够做到 真的要很感恩 因为不是每年都一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经过这个疫情 我更加体会 原来一起去共聚 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开心 原来有时都是很难得的事 是啊 起码你不用封城 已经很好了 嗯 没错 今天我们很开心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到 慶祝这个圣诞节 今天的节目 就比较特别 因为是我们恩与总动员一起做的 我们有一个广播剧 这个广播剧 其实是一个改编的广播剧 我们自己的同事做完 都觉得很投入 大家都 是啊 不同部门的同事 一起参与一个广播剧的演出 这个都是恩与的第一次 我们都是很感恩很兴奋 你都向大家呈献这个广播剧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恩与之星一班的同事 和我们分享在今年里面 他们怎样个别的经历到神的恩惠 那现在不如先听一下广播剧 好啊 以下故事是由圈浩荣牧师改编自剧本 《南柯一梦》 陈慧敏编辑 故事纯属虚寇 如有雷同 就实属巧合 故事由 各展能传道旁白 陈玉辉声演王老板 赵永佳声演阿华 梅兆碧声演华嫂 吳玉华声演阿娟 李玉萍声演何院长 马传佩声演阿财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王大志 他在一个小镇做生意 非常有钱 人人都叫他做王老板 背后就叫他做死老王 因为虽然他没有做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但他的为人极之孤寒 绝对是一目不拔 他永远都不会做一些 有亿人家的事情 永远都是只会为自己打算 他虽然很有钱 但极少买衣服 省得的就省 甚至很少拿衣服去洗衣服 所以他经常都有一阵怪味在他的身上 为什么不叫工人洗衣服呢 他这么沽寒 当然就不会请工人 老婆 他经常对人说 找个人回来 给他吃 给他住 是非常笨的一个做法 其实可能 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 就有很多 这些好像王老板 这种 这么哀才如命的人 阿华是王老板多年以来的下属 唉 和他打工 淒涼的淒涼 老板 你叫我出来 有什么吩咐 阿华 阿华 批货今晚 赶不赶得起 应该赶得起 六点前 可以叫南风行的人来拿货 唉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这么久 难怪我们公司发极都发不起 你了 我和阿生 和阿细诊 他们已经日夜赶货了 老板 我几天来 每晚都十一二点才回到家 唉 出来做事 当然是这样的 不辛苦 怎能得到世间财 想当年我出来做事的时候 直接每晚都没得回家睡 不过不同的 阿华 你有老婆子女 你经贵一点 哦 那就不是这么说 不过 老板 我真是尽力了 嗯 尽力就好了 好了 老板 有件事 有什么事 不怕说出来 我都认识了你这么久了 老板 你已经几年没加我们的工资 去年你说 今年会加我们的工资 现在都到年尾了 加人工 加? 下年先啦 哇 今年公司生意都不太好 还说不好? 赚了很多 喂 我都说不好 你知道多少 你看 生意好 我还不买回新衣服 老板 你以为我很喜欢穿这件单钓细 呀? 信不信又得你 你不满意 可以令谋高就 反正外面都有成九万多人都想来我公司做了 我信 我信 那明年吧 老板 没什么我就回去工作了 是啊 那六点你出了批货之后 今晚帮我出张老板的批货吧 又加班 老板 我几乎整个星期都没演过我的女儿 她病了 后日便是星期日咯 到时你可以见餐饱的 明天星期六 又可以迟半个小时回 那也不够? 够 够 阿华 你不是信耶稣的吗? 耶稣一定会帮你的 要不那么担心呀? 唉 信耶稣 信耶稣 黄老板 早晨 早晨阿娟 什么这么好笑容呀? 今天这么好天气 人都开心点 喂 见到钱也说开心 天气好 都开心 你傻的? 黄老板 帮衬我买枝花好吗? 4元一枝 见是你 3元一枝啦 3元? 5号我都不要啦 你真是傻的 好了好了 阿姐今天心情好 就2元一枝给你 黄老板 你省了2元 2元喔 喂小姐 我很多紧要事要做的 麻烦你借名 麻烦你借名 嘻嘻 那我就赚了5元 什么 赚了5元? 我和街尾那个卖鱼佬输到 就算我便宜给你 你都一定不买我的花 唉 他对你份人认识太少了 真是无知 无知 啊 那你又赚了5元? 喂 那快点啊 二一添作五 唉 走走走走 拜拜 有什么事啊 喂喂喂 王老板 怎么这么巧 碰到你 喂 何院长 我不是很想见到你 王老板 你真是会开玩笑 对了 上个月呢 下了很大雨 是呀 这么大雨 我当然知道了 哇 我们孤儿园就真是惨了 你知道了 孤儿园已经三十多年历史 哇 那些窗又摇摇鸣鸣 那幅墙又漏水 上次啊 下这场大雨 我们几乎水浸了 唉 我等那些小蚊子可怜 又已经无父无母了 喂 院长 你和我说这些事做什么 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 有关系啊 王老板 你知道吗 我们院方 现在正在籌备 重修孤儿园 那 你又加财百万啊 一定肯帮一下孤儿的 所谓善有善报 就福有犹归啊 我也是孤儿啦 当年又不见有人帮我 擅长人庸 这个世界有十万九千七的人 不过刚刚那个不是我 喂呀 王老板 你不像是个武童情心的哦 哦 那今天你就看真到我 我真的要看真些了 咦 咦 有什么味啊 太难闻了 喂喂喂 废话少说啊 华院长 过住啦 哎呀王老板 多就不肯而已 少少地都行吧 喂 豈有此理要你这么烦的 你 要不然我念着你 有少少半分 真像我以前的女朋友啊 哇 早就你不客气了 哇 幸好你现在就孤家寡人 如果不是啊 你这么鬼死孤寒 你啊 一定饿死老婆啊 所以我就不娶老婆了 免得浪费念壮肺 哎呀 不跟你说了 那都行 走啦 死老王 哎呀 哎呀 住完一日夜 累死人啊 都是 睡一觉先 咦 咦 你是谁啊 我是阿财啊 王老板 你不认得我啊 阿财 馬大财 咦 去年你不是被人追责 跳海死了 咦 原来你没有死啊 有 当然有 我都不懂游泳 头昏老河 怎会有命啊 你都傻的 咦 那你不是 喂 喂 不要走过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糟了 当日我不肯借钱给你还了 你死都不肯 但是 大喇喇 夜几万啊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哇 你连鬼都想骗 真是佩佛佩佩佛 喂 喂 阿财 大人有大量 不要计较啊 那你又不用那么害怕啊 我又不是来找你晦气 哇 那你来找我 那做什么事啊 没有 我是特地回来和你回去的 你 你 你意思 就是要我回去旧时那里 不好啊 你不怕着先 你看那里 咦 咦 那个是谁来的 你看真点 咦 那个样子那么熟 咦 是我来的 咦 我以前 原来都挺英俊的 你以前还很有理想 是啊 以前我很想做医生 可以救人 不过 我现在还有理想 现在你有什么理想啊 赚钱啊 赚很多很多很多钱啊 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那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啊 嗯 那你觉得开不开心啊 嗯 用正确的途径来赚钱不是对 如果你赚了钱 把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那你赚的钱就很有意义了 嗯 你让我想想先 你以前不是说过 你在基督教学校读过书的吗 那你读过圣经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他的心就这么想了 我的出产都不够地方装 那怎么好呢 他又想 我应该把我的仓房拆掉去 然后呢 就在一个更大的仓房 那就可以收藏了我一切所有的 粮食和财物咯 然后他又再和自己的灵魂说 我已经收藏了那么多的财物 够了我以后所需要的 那就可以安安乐乐地去学玩乐咯 但是神和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晚我就要来拿你的灵魂 你所处起的财物 会留给谁呢 凡是为自己积财的 在神面前都是不会付足 就是这样了 咦? 那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你收藏了钱又怎样呢? 你死了之后 给谁呢? 只是顾着赚钱 不去找生命的意义 不去理到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 有没有理到他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他想我们应该怎么去赚钱才对呢? 赚了些钱又应该怎么去运用呢? 那我们就算多有钱 但是我们的人生没有了意义的时候 那人生就很贫穷啊 那也是啊 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说 有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 何等艰难呢? 骆台穿过针的眼 被财主进入神的国 还容易 那就是说你王老板这种人啊 简单来说 就是要钱不要命 不要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只是顾着赚钱 嗯? 那我的命 真是比钱要重要啊 当然啦 约翰福音三章十字那里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幕 凡得永生 经文说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 而被钉十字架 以致我们可以和神回复关系 有永恒的生命 你以前圣经科那么高分 不是不记得这段金句嘛 不记得就快点去看圣经啦 唉 又要上班了 咦? 刚才见到阿财 原来是发梦的 吓得我啊 不过他都说得 有点道理 有时间都是要 看看圣经先 唉 行足整天 都找不到人捐钱 哎呀 我看怕这间孤儿园都要收档了 咦? 王老板 早晨啊 怎么这么巧又碰到你啊 是呀 这么巧碰到你啊 何院长 听说你这间孤儿园要筹钱啊 是啊 还没筹够啊 你肯捐呀? 肯呀 肯呀我肯捐给你啊 钱啊王老板 我没听错嘛 完全没听错 我捐到你这间孤儿园 没穿没蓝 多多钱都没问题 喂 王老板 你想我过着而已 都不用说这么大个大话 是吧 嘿 我不会骗你的 牙齿当今世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要做 但我觉得 遲些一定会带一张支票找你的 好 拜拜 他疯了才不通 还是我正在做梦呢 好漂亮的鲜花 不买都看看 四元一枝啊 喂 阿娟 等我到处找你啊 又想追我拿钱 我不是追你拿钱 只不想和你买花而已 买花 不行 今天我没和别人赌 不便宜得给你的 哦 那我就照你的价钱去买 四元一枝 可以帮你买这些花了 先钱后货 嗯 想骗我 没那么容易 收钱啦 你看看合不合嫂 拿花走啦 咦 是他黏了线 还是我正在做梦呢 这么早 谁呢 阿威 你在房里眼望望 小心点啊 治安不好啊 是啊 啊 老婆 是黄老板啊 这么早 什么事呢 你又没够早上班 死咯 一定是个衰宗又坏了 今次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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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停炒鱿鱼啊 病 抓病 没错没错 说我病 说我病 得好厉害 但是 阿华 阿华 我们是基督徒 不要说大话 没错 死就死了 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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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嫂早晨 早晨 王老板 我去倒杯茶给你 不用客气了 我一会儿走的了 我来最主要是拿钱给你们 王老板 不好啊 王老板 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 不用这样的 你们什么事啊 我又不是来炒阿华 你们不用那么怕啊 那 你说送钱来 我知道你女儿病了 又怕你们的经济有问题 所以没专程送钱来给你们 是的 你女儿现在怎么样啊 多谢王老板关心 她 还未退销 那就快点去看医生啦 小朋友发烧 很危险的 多谢 多谢 多谢王老板 我们有钱的时候 一定尽快还些钱给你的 王老板 你 阿华 我发了个梦 梦提醒了我一些东西 一些 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想过的东西 阿华你说 人生究竟为了什么呢 那你说呢 以前呢 我一定说为了赚钱 可以有饭吃 不过赚钱为了吃饭 吃饭为了生存 那生存又为了赚钱吃下一餐饭 那就是为了你什么呢 人生存的确要吃饭 人生存的确要吃饭 但是也应该有更高的目标 没错 人应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是混混恶恶一生 都不知为了什么 阿华 那你猜我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知道以前 说你都不相信 原来我以前的理想是很伟大的 你猜一下吧 我稍后再告诉你 走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mond 郭展 刚刚在刚才的广播剧里面 大家都听到 一个有关于圣经 耶稣就是说 一个财主的比喻 说到那个财主 他丰收得很厉害 所以就在想 他有一个困难就是 我有这么多财产 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要拆掉 现在的仓房 再建一个大一点的呢 才可以安装好他 然后他就对自己的灵魂 就说 你有这么多财产 你可以安心地享受 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 和刚才广播剧里面的王老板 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他们就是很淡得无厌 心里面只有钱 表面上来看 好像他们都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点去看 你都会发现到 无论是那个王老板也好 又或者是这个财主 都是一样 他们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其实基本上 身边是没有朋友 没有人去和他分享 而在这个老家福音里面 财主的比喻里面 其实你可以留意到 那个财主有这么多财产 他都不是跟其他人说 我们有这么多财产 我应该可以如何 庆祝快乐 不是 他只是跟自己的灵魂说 你有这么多财产 你可以安心 其实就是表示到 他可能是一无不不的缘故 他身边都没有什么朋友 而真正 他虽然是得到这么多财产 他可以说得上 穷到只剩下钱和灵魂 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就立刻说出生命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真相 就是基本上 我们没有人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事 就算我们多有钱也好 我们的生命 都不是可以百分百地 在我们自己的掌控当中 正所谓 就是今天不知明日事 明天我们能不能享受到这些财富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 都是不能够知道的 广播剧里面的王老板 因为他所发的梦 而醒了之后 立刻觉得生命的意 真的不是为了下一餐 应该也是有一个更大的意义 而是需要去到尋找的 而圣经亦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不是只有可以看得见那些物质的部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看不见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灵魂 我想这个圣诞节 就是你一个很好的时间 去到思想一下 究竟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得到终极的快乐 刚才在讲话里面 听到一句 就是说有钱的人 去到进入天国 就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 一样困难 意思就是说 几乎是等于无可能 但是我们在这个广播剧里面 又或者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其实都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是原本是一些很有钱的人 但是他也是因为 发现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他也是决定去到愿意相信耶稣 而到底有什么可以令到 平时信惯自己的人 去到转移信靠神的呢? 答案就是神迹 在这个路加呼音里面 其实在骆驼穿过针眼 给财主进入神的国环 荣耳的这句说话之后 紧接着的两句说话就是这样的 他说 听见的人就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寻找生命终极的路途上面 我们找到都是因为 出于神迹 是神自己的工作 原本人已经是没有能力 去到可以找回神 可以回到原本 一个最完美的境界里面 我们在亚当时 就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 但是 神祂是没有放弃我们 祂是使用很多的工作 方法 让我们能够醒不过来 甚至乎 他将自己的爱子 独生的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生在马草 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的 就是希望 让我们明白得到 神祂很甘愿 和我们同甘共苦 兼且祂甘愿 将祂自己的乙子的性命 去代替我们 去受罚 使我们能够 可以再次和神和好 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Raymond 也很希望你 是可以 特别在今年2021年 这个容易的时间里面 你也可以接受到 这份人生里面 最大份的一份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 祂自己 那一故事 我最故事 似是意义 相会的事 可就算不 主已已经到 都少说不 他已经到 从事我听见山谷 都响应声 得知我为世上我兵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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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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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美丽故事 快乐故事 世代的年 盼望再燕 美丽故事 快乐故事 放下孤雷 抹掉眼泪 忍送故事 唯解故事 遇下世人 再会怨恨 你 那一故事 当有谨慈 н何人 那一故事 爱着故事 只只在意义 唱会兴 paul 唱出快乐故事 都少说 看見到 从嗓我听见山谷 都响应声 得知我为世上我兵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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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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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Merry Christmas 美丽故事 快乐故事 世代的年 盼望再燕 美丽故事 快乐故事 世代的年 盼望再燕 我是恩余的童工Grace Ngo 其实每年的圣诞节 心里面都是尝存一份感恩 因为是我们收到一份 很大的圣诞礼物 是神给我们的 将祂的乙子给我们 成为我们一个永远的救赎 那我在今年的疫症期间 心里面有一份很感恩 真是想向神说一声多谢 除了祂每年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之外 就是今年我有机会 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来居住 因为疫症期间 我个儿子他真的读完大学 第四月到五月 他就差不多可以回家 足足有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屋 然后先搬屋 我们住在一间屋里 已经住了21年 要去清理21年所累积下来的 两个小孩 从孩童的时候到现在 已经是成年人了 很多的书 很多的玩具 很多的书 很多的书 都能够因为他们 在疫症期间 一个是Home Office 一个是刚刚是大学回来 他本来是住宿的 四个月就不会住在大学里面 回到来就有时间来帮我搬屋 我们由山上搬到海边 来到现在一个新的地方 很多时都有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让我去思想 究竟谁是我生命的主 这个创造大自然 创造宇宙 浩瀚的主 如何是能够和我每一天 能够在心灵上可以对话 可以有接触 我觉得自己搬到来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让我时时都去思想 神的话语 和时时都去留心 圣灵在我生命里面 所提醒我的 感谢神 真是心里面 深深的感谢神 给我一份这么大的礼物 大家好 我是电视部的同工Janet 天父的恩典无处不在 天父贴心的安排 更是随处可见 就我个人而言 2021年感恩的事情很多 但是时间有限 所以在这里只能跟你分享 最突出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作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比较容易受感染的人 就是别人生病 我一定生病 然后别人不生病 我也很可能生病 所以在疫情的期间 我能够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 对我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定心碗 我不用因为接触很多人 或者是天天要出门 然后就有些的担心 那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生活的 那么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天父非常贴心的安排 那我想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呢 都想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情 比如特别是姐妹 很多人就开始学做甜点啦 那么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呢 就开始种花啦 种菜啦 那我自己也不例外啊 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种花种菜的人 特别是喜欢种小动物不吃的 譬如说辣椒啊 或者是一些辛香料的东西 那么今年因为同事送我很多辣椒的种子 那我就很兴奋 心里想着 我可以种一大片的辣椒 那因为想要种很多 那我就特别还育苗 以前我是不育苗的 直接撒在地上 那么今年我就特别育苗 育苗之后呢 我就把它全部一颗一颗的种在地里面 可是等了一个月之后 奇怪 它怎么都没有长大 我每天给它浇水 每天都很热 每天都给它浇水 而且有时候很热啊 30度 然后我还一天去浇两次 结果呢 它都没有长大 后来我就发现 哎呀 那是我那个育苗盒有问题啊 它那个根没有办法扎下去 那其实在我把辣椒种下去的同时呢 我的同事又送了我一颗 从市场买回来 已经长了大概有20公分高 这样子的一颗辣椒苗 而且叶子又大又漂亮 那我就看着同事送我的这颗辣椒苗 然后再比对 哎呀 我那好可怜的小辣椒苗 只有三公分到五公分这样的大 我想我到底要不要留这些 我自己种的这些辣椒呢 那后来我先生就说 哎 你不能这样子啊 你怎么种了然后就弄得不好 就不要人家了 好 那我只好呢 就乖乖的啊 就下了班之后呢 一颗一颗的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那个育苗盒剥掉 然后再一颗一颗的 很细心的种下去 因为每一个都很小啊 然后我的心里心知肚明 知道这今年已经没指望了 大概只能吃辣椒叶了 等不到它长辣椒 就算长得出几只辣椒 但是也不可能熟了啊 因为已经 好像已经八月底了 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但是很感谢神的是 同事另外送我的那一颗辣椒苗呢 我把它种在盆子里面 然后给它很多的肥料啊 然后它也非常的蒸汽啊 然后我给它放在全日照的地方 然后就看着它挖掘好多好多的 辣椒的果子 然后就非常的开心 而且颜色特别的漂亮啊 是巧克力颜色的 非常的可爱 像一个灯笼形状 然后是巧克力颜色的 那到了九月收成的时候呢 我每收了几颗 然后就把它记下来 到最后我记得收了将近一百颗 只有一颗辣椒 而且是种在盆子里面的 收了将近一百粒的辣椒 真的是让我今年的夏天呢 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说这是天父贴心的安排啊 我自己种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辣椒 我摆上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心思 结果呢 到最后就只有吃辣椒业 长了几个辣椒可是没有熟 但是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所以呢 我的同事送我的那颗辣椒呢 就成为今年夏天 我院子里的开心果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天父 他贴心的安排 今天在星夜里 请就陪伴着那美好歌词 和风 梦天时 暴起身 永远 梦 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台部的童工阿May 不经不觉又来到圣诞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怎样去度过这个节日呢? 会不会去逛街买东西啊?又或者在家里做些东西吃? 或者趁不用上班在家里休息一下? 还是有其他的安排呢? 会不会今年有些不同呢? 我又跟你说一下我会做些什么呢? 圣诞节就让我想到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是一份神送给你和我的礼物 我希望做些什么呢? 希望这个英文就是hope 就是hope 和你分享一下我怎样去理解这个hope这个字 h我会说他是happy birthday 顾名思义就是主耶稣生日 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刻 如果你生日你开这个生日派对 你就会请一群朋友回家和你庆祝吧 你都会很开心地和他们过这一晚的 圣诞节主耶稣生日 你会不会很开心地和他过这一晚呢? oh我就想到offering奉献了 主耶稣降生这一份那么好的礼物赛了给你和我 那么我们有什么的回应呢? 我们送什么礼物给主耶稣呢? 我就会希望更加努力去侍奉神和服侍人 p p 我就想到peace 平安 在圣经 约翰福音14章24节那里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哇神话赐平安给我们 你想到平安这个字 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很窩心 很有安全感呢? 我相信的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 在你的心中 有没有这一份的平安呢? 好了 到最后就是e这个字了 这我就想到是eternity 不单止平安 我相信主耶稣 我向主耶稣承认我所犯的罪 他就赦免我的一切罪过 我成为他的儿女 他似给我有永生和永恒的盼望 这一份eternity 永恒的盼望 是永远属于你和我的 你想不想得到呢? 各位听众朋友 盼望在这个圣诞佳节 我来同主耶稣 讲声生日快乐 天上我们送给他的礼物 以及接受 他赐给我们的平安 以及永恒的生命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有一个平安 喜乐 和不一样的圣诞节 迎接圣诞弹唱出欢音 让全地亢着歌运 迎接圣诞弹唱出欢音 让全地欢乐不甘 圣诞夜深 欢迎接圣诞弹唱出欢音 欢迎再送 爱恋人家 迎接圣诞弹唱出欢音 愿接圣诞弹唱出欢音 用着的鸡掉黑暗 所以我好像处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 实际是怎样呢?什么叫阳望神呢? 其实可以说是这一年内我要学习的功课 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就想起我儿子小的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在哭的,向上望的 手就拿着一个汽水管 其实为什么会拍这张照片呢? 就是那时候带他去公园玩 那个公园里有一个小小的建筑物 可能一两层楼高 有一个旋转的楼梯围在外面 我觉得很有趣,很想走上去看 但我儿子又不愿意 我就叫他,你在下面等我吧 我上去看一看 我顺手放下汽水,我就走上楼梯 我儿子发觉妈妈放下汽水 走上去,他就觉得很时机 就轮轮衝去前面 就拿那罐汽水喝 他喝的时候,发觉原来已经没有了 是胸的 他就大哭 向上望着我,在那里哭 我觉得他很傻 就帮我拍这张照片 那我想起呢 其实拿着那罐汽水在那里哭 他手上的汽水罐 其实也不会变回汽水 最多是多几滴淚水 所以他哭也没什么用 那我想起,我当时很像 復赏这个小小孩 我哭也没用 我唯有学习他仰望神 因为我相信我的神 他永远做的事都是一定对的 而且他做在我身上的事 一定是为我好的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习仰望神 那当然是一个 不是说一想起就学到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有陪灵会 在网上 我记得那次 牧师呼召他就说 你现在是不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你是不是想离开 他说你千万不要 这个是神给你的功课 他说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当时我其实 身上好像捉了电 神真的在让我学习功课 我说我愿意 是挺正面的 在那次之后呢 我其实是 轻散了很多 过了一段小小的时间 其实已经在进步了 我记得有早上开车上班 我记得当时在听诗歌 一首英文诗歌 刚刚他唱到那句就是 May his face now shine upon you 即是 愿神的念向你光照 那一刻 我觉得神 其实真的一直在我身边扶持着我 儘管放心去 学习仰望去 如是者一路是这样 这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过 就大概去到十月底 十一月初到 我需要预备一些 关于圣诞节的经文 在十二月分享 自己先去思想一下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成为肉身 降身是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过程里面 就让我想到 主耶稣他信服父神 降身是世上的 其实他顺服父神那一刻 他已经知道 他来到世上 是要受很多负责的 但他仍然愿意这样做 对比我自己 我突然觉得很惭愧 我就是最好不要有困难 不要有压力 如果有 最好就快快没有了 如果不可以没有了 最好有人来帮我 就是对比主耶稣 他愿意去 来到这个世上 去受苦 那我就 明白了一点 就是 其实愿望神 是去 看到神的事情 看得到耶稣基督 他降身为人 看得到他那个神福 他那个受苦 当我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我面对那些东西 简直是很细细的东西 我想起在《约翰一书》的两节经文 主的显然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 接着再说到神的儿子的显然 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发觉原来人的生命 那个盼望真的在神那里 就不是盼望自己的事情顺利与否 感恩让我遇到这些挑战 有感恩神让我 在当中可以去学习 我也祝愿听众朋友 在这个圣诞节 和平时的不一样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找到真的平安 真的喜乐 大家好 我是燕乐 在2021年的时候 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令到我非常难忘 也是感恩 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在年头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转一个新的家庭医生 所以我们的家庭医生 就要求我太太去做了一个 去到医院里面做了一个身体检查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两年里面都是pandemic的时间 很少医生会要求病人做真实的身体检查 在这个身体检查之后 医生就发现了我太太有一个肿瘤 做过很多次的化验 都未能够找出肿瘤的性质 到最后都证明了是 亦都是要做手术 在年头里面做了一个手术 在等候化验的肿瘤 是属于第几期的癌症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有很大的忧虑和担心 我想起圣经里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都这样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虑 也不要胆怯 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神给到很大的安慰 而同时间 我见到我太太 当她在病患的当中 她对神都有很大的信心 亦都成为我们的儿女 一个好的见证 坦白,在心里面 我都向我的太太学习 如果在我身上 我患了一个病 而我不知道那个癌症 是第几期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忧虑 但我每一天 都见到我太太 她睡得很好 亦都很倚靠神 每一天都很正常的生活 我深信 这个是神在她身上的大乃 所以我和大家 不同的信了主的基督徒 或者未信主的基督徒 都去说 当我们有神 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那种的平安和力量 是没有办法去解释 因为神的恩典 是可以很大的 只要我们能够信靠祂 后来做完手术 很顺利的做到手术 我很感恩 亦都发现那个癌症 是第一期 心里面都放下 好像仿余放下一个大石 但之后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follow up 要医生要做决定 是否需要做这个 化疗和电疗 我亦都听到很多消息 说做化疗的时候 身体会很弱很辛苦 但是我们都去祈祷的时候 神是 叫到我太太 只是做典疗 那就不需要做化疗 就减少了一个程序 对身体那种的伤害 或者反应 在那个电疗的过程里面 我都很多时间可以 车我太太去到 Newmarket的医院里面 做这个治疗 大家都很多的沟通 很多的支持 那很感恩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是 经历过在我太太的病 当中 但是神也很大的保守 所以我也是 在当中 是献上这个的感恩 和感谢 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 和马书15章13节 他都说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 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藉着 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那特别在圣诞节里面 我都将这个的 祝耶稣降生在世上 这个盼望 希望每一个朋友 未信主的 或者信主的人 都能够得到这种福分 多谢大家 我都将拥有 一刻灿烂便要走 而我却确信 爱是恒忧 碰到了你已无必够 无重解释 无重解释 不可算灵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泉不留 谁人受痛苦 被缘挂在木头 至高的爱 尽见于持住的手 看血在流 反映爱没保留 持足不死地外 到万世不忧 为求奉上生命 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 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 今生在没所求 唯猛得主 请赞已足够 我是欣语的童工Wendy 2021年 是充满感恩的一年 记得八年前 小女一个人回香港 读石士课程 追求她的梦想 毕业之后 可以学以智荣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做得很开心 很有满足感 但作为父母的我们 总是记挂着她 正所谓养儿一百岁 长幽九十九 真的一点都没有说错 很能够形容 为人父母的心情 时时都透过祷告 将她带到神的面前 知道天上的阿爸父 更加的爱惜她 终于今年九月 她和丈夫一起回流回溫哥华 并且在十一月中 生了个可爱的宝贝 还记得那天 早上六点钟送她到医院 八点钟入手术室 开刀山BB 和她齐完肚之后 我和丈夫就出外吃早餐 吃完早餐 慢慢地走回医院等消息 九点钟 九点三十分 九点四十五分 十点钟 都还没有消息 心里面就开始有些要担心 开始焦虑 开始胡思乱想 虽然我们信了主很多年 也都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和保守 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 仍然有疑惑 有焦虑 甚至会问 神是不是真的会保守的 所以今次在产房外的等待 正正是我对神信心考试的时刻 提醒我 全然信靠的功课 是每日都要粗练 并且随时随地 都可能要被考试 回望过去的日子 由开始组织二人世界的家庭 到今天2021年的年尾 我们成为一个一家九口的大家庭 甚至可以和一起住 好热闹 好开心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方便彼此的照顾 可以朝朝的见到三个孙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 在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希望大家都接受这份珍贵的大礼物 得着神所赐的真平安 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和平之君 我是恩宇的同工Steven 疫情带来的冲击 是前所未有的 无论在我的生活 工作 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我感恩 恩宇的工作未停顿 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 办公室 从关闭到重开 期间的工作未见停止 反而有增加 我们先以云端办公代替实体 期间在重开时 就安排轮流回办公室当值 直到今年9月完全重开 这些办公的形式 让我们各同工之间 包括和其他地区的同工之间 有很多交流和协调 我们在见证访问、生命分享 更多是采用网上的形式 在互联网的世界中 实体的地域界限模糊了 人和人之间在新常态下 碰撞出更燦烂的火花 我感恩私奉未见停止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有机会和更多人接触 透过更多电话交通 透过无限的网络交流 我能够和很多人分享生命 分享福音的好消息 虽然实体的聚会 因为疫情而受到限制 但掌握以及好好运用 先进的科技手段 是可以让我和其他肢体一起 继续彼此相交、彼此守望 同走天国的道路 人是透过在群体中的相互依存 而生活的 因此,救恩的信息 不会停止传扬 我们对基督的信、望、爱 在瘟疫蔓延时 更见证祂的荣耀 我感恩 我的生命被祂建立 我是一位神学生 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牧者的感叹 对着空荡荡的房间 录制主日敬拜 实在不容易习惯 我也有类似的无奈 因为我要在网络上 尝试和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交往 做牧羊的工作 人和人之间 透过电脑屏幕见面、交谈、分享 来增加彼此的认识 这样的网络情缘 实在未曾经历过 我无所适从 被天父所怜悯 祂让我得到 祂所显牌的使者 来帮助我 教我应对 与我同行 感谢神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祂所赐予我同在的有更多 神 是我的主 我的神 祂不会离弃我 除非我主动放弃 瘟疫 协裹着死亡的威胁 将每个人笼罩在祂的阴影下 顺服于祂的权并 像主耶稣被引到变幻的场景当中 去接受试探的时候 祂唯一倚靠圣过撒旦的就是神自己 感谢主 我不敢放弃追随祂 Christine 就是我们电视报的同工 Christine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Anderu 你好 Christine 好想和你分享一个圣诞很开心的讯息 他自己领受 是什么的讯息呢 是呀 因为这个圣诞节我期待已久 这个是一个爱 充满爱 和喜乐和温情的日子 除了我之外 二千多年前 已经有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个日子 定经里面都有记载到的 那些牧羊人他们在放牧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帮天使来到他们的旁边 告诉他们一个大喜的讯息 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救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他们来诞生了 那他们就听着天使的指引 就去到一个耶稣诞生的地方 来到去见到耶稣基督 他们期待已久的一个他们的盼望 已经是实现了 他们真的很开心 另外还有几位的博士 他们从东方来到百里行的地方 同样地去找这个犹太人的王 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原生地 就见到有一颗星 他们觉得这个天文现象是很特别的 他们查考了这些古籍的时候 就知道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 所以他们不管多远的路程 他们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这个百里行那里 就为的目的就是找到 这一位的生生王 而且他带着很多的礼物 还有很欢喜、泛乐 来朝见这位王 圣经都有记载 他们的礼物 有黄金、乳香和抹药 在当时来说很珍贵 在当时来说 Christine 你说到这里 这么开心 是二千多年前很开心 到今天 你又进来又这么开心 我就真的问回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其实说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亦都在期待一个可以帮到他 可以真的给他们有盼望的主宰 而今天 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有神的存在 天地之间有主宰 他用爱来去显明他自己 但是他们没有愿意去找 另外亦都是有人去告诉我们 正如天使说给牧羊人知道一样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我想起 二千多年前 是耶稣第一次来 祂降生成人 但圣经也有在说 耶稣会第二次再来 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祂就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 全世界权柄都在祂身上 这个君王的身份再来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祂 预备好我们自己去 去迎见这位再来的王的时候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很好的思想 其实我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愿意去寻找主耶稣基督 和跟随主耶稣基督 因为这一个就是天父送给我们的礼物 让我们能够有喜乐和平安 这份礼这个世界是买不到的 只有耶稣可以给的 也都只有你愿意接受这份礼才能够临到你 没错了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 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圣诞节目的尾声 我自己都很感觉到一份的着弱 因为我感受到一份 大家好像梁朋共聚 好像我们第一首歌 会有这样的感觉 Selena在这个这么开心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 大家一起分享 我都知道你有些事情想分享 是的 其实在今年疫情里面 在加拿大来说 安大陆省包括多伦多市 在3月中到8月底 是2020年的时候就封城 接着到9月10月就开 怎知道开了两个月都不够 又不行了 又要再封城了 由10月尾到11月左右 就一直封封到今年的2021年 大约5、6月 那变了在当中 就会觉得 哇 这件事什么时候完结呢 那开始有点沮丧 那我就想 要做事啦 有功翻啦 都觉得沮丧 那我想如果有些朋友 他在这个时间 他因为这样而没有了份工 或者是有些年长的人 他不可以出街 留在家 后来 我和这个朋友聊天 发觉 都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发觉 也都好在一样 就是 因为我有回教会 有参加团契 那变了在团契里面 就会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 原来发觉 你不是一个人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原来 那还有呢 我们也会 有固定的祈祷会 和团契里面的朋友 那变了就可以 就是把这件事 就去和神讲 去求神保守我们 的身心灵健康 等等 那这个也是 其实圣经里面 他也有讲到就是说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次 各案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漸漸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 这个其实就讲到 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 那个关系 就是好像一个身体里面 神就是我们的头 然后我们就是身体不同的部分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他都鼓励我们去祈祷 有什么事情去和神讲 是 那《弗拉比书》四章六节 就是他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直着 祷告祈求 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内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那这个就是说 无论什么都好 你总之来神面前 跟祂讲 祂就会给你 有一个 你没有想过的平安 我都很认同 Selena来说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都经历到 神成为我一个最好倾诉的对象 原来我随时可以跟祂聊天 我很盼望 就是听众朋友 都能够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得着一个 从神而来的平安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共聚 可以减少一些网上的共聚 可以快一点 实体的 可以跟朋友去相聚 但是也珍惜 我们可以有机会 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 是 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全人类带来的盼望和目标 在过去的二千多年 已经很多人得着了 希望听众朋友 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神的这份大礼 你也有份的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药 请打托 不可以 救我 对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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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